大家好,这里是女优故事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颓废大叔和美女邻居的那点事。 强子是一个中年大叔,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,从此就颓废了,整天就待在家里成为了一个十足的邋遢男。 这一天强子的新邻居美女乔本有菜,菜菜过来拜访一下邻居,结果强子刚开门一股臭气就把菜菜给呛到了。 所以草草的问了声好就赶紧地离开了,强子也真是没想到搬来的这个女邻居是这么正点。 瞬间心里就起了邪念,从此强子又变身偷窥男,时时刻刻都想尽办法偷偷地注视着菜菜的一举一动,菜菜却浑然不知,这一天强子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让菜菜来到了自己的家里。 菜菜对强子这个像猪窝一样的家是一脸的嫌弃,但现在的强子已经不关心这个问题了,因为一只高羊进了狼窝,趁着菜菜不注意,强子一个务虎扑时就和菜菜上演了激烈的活塞大战。 就这样菜菜的别惨遭遇就此开始,再见。 再见。